各位朋友早安 我是鄭佳琪 欢迎收看12月27号 星期三的大爱早安新闻 今天是农历的11月15 新闻一开始来关心天气 要告诉大家 今天的天气大致上跟昨天差不多 白天阳光露脸 温暖舒适 高温可以来到23到26度 早晚温差比较大 另外要提醒的就是 从今天晚上开始 南方的水气逐渐北上 全台各地都会有 零星飘雨的情形 晚上回家可能是跟早上出门 截然不同的天气形态 还有东半部沿海这一带 今天容易出现长浪 台东地区已经观测到 有两公尺的浪高 海边活动也要注意安全 至于在空气品质的部分 今天是高平地区 有可能出现橘色提醒的等级 而说到了空气品质 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台湾过去这一年 所缴出的沉积单 在控制污染源上 是否还要再加把劲 环境部昨天公布 今年空气品质的监测结果 PM2.5比去年上升了1.4维克 所谓的PM2.5的原因 是来自于汽车阳城 工厂排放以及化石燃料等等 长期暴露下会有致癌的风险 还有引发心血管疾病 过敏更是不用说 而在臭痒的部分呢 红色的警示天数也增加到了73天 会带来头痛 咳嗽 呕吐这些健康危害 环境部表示 未来会针对固定的污染源 包括涂装液 半导体等等 还有车辆排放加强管制 天空灰蒙蒙 建筑物像躲了起来 环境部公布2023年空气品质监测结果 台湾南部又成为末段班 银家缆跟高频的这三个空频区 因为是处在备风带 那如果有几种比如几种过来之后 那减弱 那变成围若的东风 那这时候空气品质就会比较不好 今年高温少雨 低风速时间多 环境条件下造成污染物累积扩散 像是PM2.5浓度上升 至于臭氧红色警示天数 也从69天增加到73天 长期趋势来看还是持续的下降 那在这几个污染物里面 大概是立状物的部分 有稍微的比110年稍微的升高 那臭氧8小时来讲 因为还是持续一个比较升高的一个趋势 日照天数变多 加速臭氧生成 造成平均浓度上升的现象 然而其中关键影响浓度的是 汽机车等排放气体 长期暴露臭氧会刺激眼 鼻 喉咙凝膜 对脂细管 呼吸系统也容易造成影响 环境部会透过加强管制 让民众减少空污危机 大海新闻 陈炳杰 邓映中 台北报导 好 再来医疗新闻要提醒大家 这一阵子出门尽可能还是戴上口罩吧 昨天疾管署的例行记者会上公布 过去一个星期 国内的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以及死亡人数 双创下这两个月来的新高纪录 这代表疫情升温 而进一部分析将流行的是 变异株JN.1的病毒 因为全球各国通报目前都已经大流行 不少国家耶旦节的假期 病例数翻倍成长 年底将近 守不了聚餐 尾牙等活动 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好贴近 疾管署提醒 最近天气寒冷 呼吸道疾病的病例数持续攀升 新冠 流感以及其他的呼吸道病毒 都有在上升的一个趋势 在这段期间我们还是呼吁 那个民众能够自主来佩戴口罩 特别是在出入一些人潮拥挤 通风不良的场所 或者是说您本身是65岁以上的长者 或者是有慢性病 来减少这个被传染的机会 目前新冠病毒还是以1G.5为主 不过变异株JN.1 这周本土病例占9% 明年1月可能成为主要的流行病毒株 JN.1的占比 在很多国家都已经成为主流 已经超过半数 所以我们预估这个新冠疫情 在下个月的中下旬会达到高峰 所以我们Omicron新冠第五波的疫情 很有可能在1月中下旬 也会是以这个JN.1为主 另外呼吸道病毒也没有退烧 疾管署呼吁公费流感疫苗 还有32万剂 鼓励民众踊跃接种 疾管署预估流感疫情处于上升阶段 预计在农历年前达到高峰 重症高危险族群65岁以上长者及慢性疾病的病患 尽早前往接种流感疫苗 新冠流感蠢蠢欲动 提醒大家年关将近 个人卫生还是不可马虎 避免中招苦不堪言 大爱新闻 周末如李明华台北报道 紧急救助的行动桃园归山 昨天下午有一间铁皮工厂爆炸起火 火势猛烈 农烟还一度影响到临近的国道交通 刺激人也到现场为消防队员提供支援 好 根据了解消防队灭火的时候 还传出了爆炸声响 起火点就是铁皮工厂的一楼 大火迅速燃烧 冒出大量的农烟 火势在两个小时之后 就被顺利扑灭 除了有三人烧烫伤送医治疗之外 消防队在清理火场的时候 还发现一名女性的遗体 桃园地区的慈激志工 听到消息也立刻动员 准备了饮料以及面包赶往现场关怀 好 持续关心的是 中国大陆甘肃强症过后的 救助行动 灾后过了十天 地震的重灾区基石山 冬天的气温非常非常的低 受灾居民只能够 牺牲在帐篷里头 慈激志工这一个多星期以来 不停奔走才买相关的预寒物资 而厂商知道是要拿来 帮助灾区的居民都主动降价 并且自行吸收运费 在买100公吨煤炭的四辆卡车 漏夜将货送抵甘肃基石山的地震灾区 这些都是要给站住在帐篷里受灾居民预含用的 这个煤炭就是要货量大 数量多 然后最后是要的也急 我们就连夜就走了这个 林桃周边的几个乡镇 一点多我们才联系到 就是有一个这个煤的储存 而且是名下的这个无烟炭 也是炭的质量也非常的好 中国大陆甘肃上周一发生强震 当地磁机之工立即启动震灾救援方案 除了煤炭的需求 也积极调集炉具 而这两个供货厂商 都志愿吸收送货的运费 这个冬天也比较冷 这个炉具的厂家呢 货量非常的有限 然后跟这个厂长 说完我们要230台炉子的时候呢 他就紧急通知这个 所有的这个工人呢 就是连夜通宵的加班 给我们进行生产 指缘 贼室主线 威仕 莫工丝 转木归 亮亮车 把给人 叫 上个周末接连几天 志工发放了预寒物资 紧接着这一周也展开 入户关怀 在安吉镇 志工走访了七个村 请客了 在这儿睡也不能吧 不能不能 不能啊 现在就在这儿睡着呢 困难都是展示的 有这个房子你就安心了 好好好 有些村民乐观 有了足够的物资 心宽慰许多 但也有人 依旧无法抹掉地震 那一刻的惊恐 志工安抚鼓励 每天的考验 就经历 熬过去我们就好了 其实 给大家睡一间是民心 民心 我代表大家属下 我代表大家属下 留个纪念 好留个纪念 对对对 志工收下村民的小小心翼 这份互助的能量 相信会一直持续到 家园重建之后 大爱新闻 真善美之工甘肃报道 接下来历史今天的单元 要带大家回顾 12月27号的这一天 莫忘那一年 那一人 那一念 1227的慈善足迹有哪些 来看我们的整理报道 2022年12月27号 此季捐赠30张轮椅 及点滴价 给雨连江县立医院 举行捐赠仪式 由院长张志华代表接受 这边的老人家的人口比较多 不管是进出医院 或者在居家的时候 可能都需要有一个轮椅 可以方面代步 改皮轮椅由新竹志工捐出 此季环保府聚平台志工 16号在基隆港庄柜企运 而16号志工抵达马祖 并于医院组装轮椅及配件 因为皮质的比较好整理 对呀 在各种擦拭 还是说又弄到脏的东西 清水擦一下就很好 骨架的部分 我们全部用烤漆的 做钢人 它的结构就比较不容易生效 因为海岛型气候的问题 这是首次前往马祖 是福聚平台志工 援助里岛居民的 最后一块拼图 2009年12月27号 此季菲律宾分会 在马利吉纳市体育场 举办万人祈福 继岁末感恩会 同行协力走过 风灾重建之路的 两万五千多位市民 参与盛会 这一年的9月 马利吉纳市遭墙台 凯沙纳重创 此季启动发放 一整 也在南卡 马兰黛 杜玛纳等地 发动已公代证方案 以每人每天 非逼400元的工资 雇用受灾居民 协助清扫社区 总计达八万四千八百三十人次 2019年之前 我们发放的方式就是给屋子 但是2019年凯沙纳台风 上人只是一共带阵 天主教 伊斯兰教和佛教代表 带领大众一心 虔诚祈祷 善种子自此在马利吉纳萌芽 至今大爱成灵 2002年12月27号 此季元舰921希望工程 台中县雾丰香 乔荣国小 举行落成典礼 强震后 三栋楼倒塌毁损 教室形同废墟 校地不大 仅1.3公顷 重建蓝图 解经修正 突破腹地限制 把教室规划在两边 以回廊串联 创造宽阔的视觉感 孩子的欢乐天地 1995年12月27号 上人荣获第15届 行政院文化奖 此奖项代表国家 最高学术文化 由文建会主委郑淑敏 来到此季台北分会 颁奖于上人 当时是此季30年 评议委员认为 正言法师创办此季功德会 在慈善 医疗 教育 文化工作上 也承担弘扬文化的使命 上人则把奖金60万元 全数捐出 作为推动各项置业之用途 早安 慈激情 今天要来关心非洲国家 星巴威的缺水问题 使得当地的互乱疫情 更加严重 慈激人所组成的修景小组 帮助居民能够有安全的水景 现在是新巴威的半夜12点47分 连线给在当地的慈激志工 朱金才师兄 金才师兄好 大吉师姐以及资金人 好 早安 早安 真的是 金才师兄大半夜的太感动 还跟我们连线 首先我们想了解一下的就是 在星巴威目前的祸乱疫情 到底有多严重呢 现在政府在12月20号公布的 就有217位网生 然后12,533位确诊 但是实际上应该是比这个数字还要高 因为在之前就是很多的地区就是限制老百姓积极 但是就是因为圣诞节 所以就是没有执行的很严格 但是可以想见这疫情是比政府所说的还要更严重 是 了解 所以说已经有超过上万人感染到祸乱 然后其实提到了祸乱疫情 就不得不了解到当地的水资源 其实要有干净的水源是相当重要的 尤其是提到我们慈激人在当地帮忙修井的行动 我们先来了解的是 在当地民众要取水到底有多困难 多艰辛 首先我们是住在新八的首都 因为水是很严 它内陆国家很严重 我们这里大概一个礼拜有自来水 那其他时间没有 那在一般乡下他们是没有这个自来水系统 然后他们都是要到这个提他们家取水 大概一般都是5-12公里的地方 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都是很困难的 那在途中还会遇到哪一些危险的情况呢 那真的很多不一样的地区 是 不一样的地区 那一般之前都是因为我们修井以后才知道 就说因为老百姓取水的时候呢 如果比较不幸就会遇到蛇 有很多的例子就被蛇咬死 那一直到我们修井的时候呢 那特别是因为祸乱 那我们去修井就很多啦 光是最近大概两三个星期后 我们修井的地方 不一样的地点就是发生了三个人啊 就是到河边骑水 河边骑水的时候就被鳄鱼咬死 那我们也曾经在修井的地方呢 那地方听他们老百姓呢 就在我们修井的之前呢 就有老百姓要到那个骑水的时候 遇上大象 被大象踩死 还有我们自己本身 也曾经就说去修井的时候呢 那一切OK 在回来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车子就是有点小状况 那我们出门是14位志工 所以就其他人就下车去推 那推的时候呢 那爬坡他没有力道 那推到上面的时候 那下坡的时候 那我们其他人就用走的 那在走的过程呢 就有对方有车辆经过 他马上就停止就按喇叭 告诉我们的前女志工 说你们不能在这边走啊 因为这里是狮子出没的地方 所以因为我们那时候 也是大概下午4、5点 那是那个他们是要找食物的时候呢 那我们志工下 大家都下了 赶快叫前面的车停起来 那大家都躲在那个车子里面 然后就慢慢的到有一个慢慢走到村庄 他再请村庄的人来协助 后来我们也是顺利的离开 对所以在整个路程当中 其实可能会遇到狮子 有大象有鳄鱼 这些危险的状况不确定太高了 所以我们整个要修井行动的行程安排 也是极具挑战性哦 我们往往出去一趟要花多久的时间 一般我们现在每一个团 我们有三个团队 一出门的时候大概是12天 12天的时间 那12天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说 在12天里面能够帮助他们修30口井 30口井 因为30口井是我们的目标 有时候会超过12天或14天 那我们就是希望以这个目标把它完成 这样子 因为每修一口井 其实我们可以照顾的人 就是他们可以免去说被蛇 被一些野生动物鳄鱼攻击 因为汽水的期间遭遇不幸 所以我们志工都是 因为他们当地一定会提供我们助手 无数的地方 就是住在学校 提供我们的食品 那我们就很努力的在修 我们一般都是从早上4点一直工作到晚上 大概11点的时候 就是尽可能的就赶快提供给他们这一些老百姓有安全的饮用 所以他们不必去受到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个侵袭 是这样的情形 其实我们是在抢救生命 是没错没错 所以精彩师兄刚刚特别提到很重要的就是抢救生命 所以我们的修井行动有多重要 我们要祝福在星巴威 每一趟出去都是安安全全 然后顺利圆满 感恩精彩师兄 感恩 感恩 好的除了看到是在星巴威的修井行动 慈禧人的关怀行动之外 再来把镜头转回到台湾 看到的是即将在关渡所举办的第二届 关渡人文艺术周要倒数计时了 今年除了中西式的料理 还有一大亮点就是新增加了甜心区 中部有三间知名的高饼店 一起来共襄盛举 这是杏仁片 我先把它沾满 我们马老的特色是那个 我们不沾牙 云林北港老字号饼铺 古早味 历久彌新 他们的口感非常的美密啊 然后就从小吃到大 他提媳妇的时候也是在这边 西餅也是在这边订的啊 从路边摊开始 背着孩子沿街这样子的叫卖 这个是很传统的东西 我要保留下来 然后传承下去 许多品项素食者爱不释手 传统与创新并进 减糖调甜度研发咸香口味 12月底关渡人文艺术周 舒适市集准备惊艳大家的味蕾 台中超人气饼店不含动物性油脂 原料坚持新鲜天然 不添加香料 在旧的年尾新的年头开始 出道凤医师能够大家身体健康平安旺旺 凤梨旺来 谐音好兆头 打开饼盒送上竞丝好画 名片顶管我们有一个竞丝语 像这竞丝语我们就说 要谁会苦衷做热 凡事乐观 智慧法语 滋润心灵 真的是做原型的 同样是老饕口袋名单 苗栗饼店业者紧扣在地特色 巧思研发淡奶素铜花饼 此外 这一款被称为苗栗馅饼的肚脐饼 源自于日治时期来自日本的祭师 对家乡的思念 改良后有吉祥祝福的意涵 经过后来我们客家人 就一直把它盐花 就用纯的绿豆沙把它做成 就像有一个斗宅的意思 给小孩吃吃 表示平安 也表示一种花财的意思 适合如素者食用的糕饼 蕴含友善环境的信念 三间店家将其具 关度人文艺术周诗集 分享 蔬食 好 滋味 大爱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再来看到的是 南韩少子化的情形非常严重 却掀起了养宠物的风潮 南韩的最大网购平台公布 今年宠物推车的销售量 首度超越了婴儿车 根据统计 南韩生育率逐年降低 2022年掉到了0.78 2023年估计只剩下0.72 连专家都表示担心 但另外一方面 养毛小孩的风气 在最近这几年开始盛行 官方数据显示 平均每四位南韩人 就有一个人养宠物 南韩政府为了提振生育率 所寄出的新方案 提供有新生儿的夫妻 在买房或者是租房的时候 有可以使用优惠的低利贷款 天津方面要再次提醒大家 今天晚上开始南方水汽北上 全台各地都有零星飘雨的状况 接着来关心今天详细的气象数据 北部多云时勤 气温14到26度 降雨几率10% 中部多云 气温16到25度 降雨几率10% 南部气温17到26度 降雨几率10% 东半部气温15到25度 降雨几率10%到30% 离岛气温12到21度 降雨几率10% 以上就是这一节新闻 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感谢您的观看